中国这两年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可以说是打了其他国家一个措手不及,一个不留神中国的发展就已经能够媲美欧美了,让许多国家既是震惊又是羡慕。 不过因为发展得太快,还有许多的国家因为各种原因,对中国的发展没有清晰的认识,仍然以为中国还非常的落后。 就像印度国内对中国的了解就不多,有位印度富婆就一直以为中国还很落后,时不时想着要到中国来劝一下富,但是就是没有很好的机会。 好在这天,有位在中国的亲戚,就邀请他到中国游玩,这位印度富婆欣喜若狂,这下可以到中国好好炫富,然后就坐上了前往中国深圳的飞机。 可是等到他刚从深圳的机场出来时就后悔了眼睛都有点湿润了,这可能是个假的中国,说好的给我炫富呢。 原本他还以为中国会到处都是农村的景象,人们都在田地里干活,然后走的路,都是泥泞的土路。 可是没想到的是现在看到的中国却是一片繁华的景象,不仅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街上车水马龙的就连城市设施都做得非常完善,最让他惊讶的是中国的大型商场非常多,这可是在印度难得一见的呀,让他连炫富的机会都没有了。 大家觉得中国现在的发展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